这一起儿子强奸母亲的事件发生在上个星期三 身为工厂员工的被告在甘文丁住家强奸49岁的母亲 当事人落网后今天被押往太平地方法庭 面对刑事法点376-3强奸条文的罪状 被告临天控状后否认有罪 法官莫阿莫沙比利允许被告以一名担保人和8000令吉保外候审 并责定4月21号过堂 一旦罪成被告可被判坐牢最多30年外加编持刑罚 另外在怀疑牧师徐景成失踪案方面 警方今天将一名向牧师家属索讨赎金的优步司机 控上巴打铃在野推示停 控状指出31岁的Lam Chong Nam3月6号晚上8点46分 在百乐泰广场打电话给牧师家属索讨3万令吉赎金 抵触刑事法点385试图勒索罪 一旦罪成被告将面临监禁最高7年获罚款以及鞭持刑罚 被告否认有罪 推示穆罕默阿扎里则定案件在4月26号过堂